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偏观 宝德等地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创建并巩固发展近西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夏季来临时 日军调集兵力2.5万余人 以分禁合击战术 对近西北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大扫档 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我120师主力 6月7日 集结于靖乐县的敌军 1100多人分两路向蓝线进攻 八路军第120师必使积须内外线结合 以分散的游击战和伏击 袭击等手段 到处打击敌人 使敌疲于奔命 无法立足 英勇顶住了敌军的疯狂进攻 6月17日至19日 第120师358旅 在米狱镇击毙日军500余人 扶日军4人 随后 在敌对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合围扑空撤退时 有其中6个团的兵力 于兴县以东20里铺 附近 兼体700余人 给敌人沉重打击 至7月6日 敌全部撤退 反扫荡胜离结束 进西北下级反扫荡 第11个月 遇敌作战 250余次 毕商服市委军4500余人 缴获大量枪械 彻底粉碎了敌人 旺古消灭八路军 第120师主力的企图 进西北抗日根据地 得到进一步巩固 第11个月